第五个问题 再加重 受持菩萨戒后 可以读鱼肉之内事物 供家人吃 可以吗 可以 如果不可以 你家里人家要打架了 你一家就不胡了 为了一家 家人和睦相处 你必须要为他服务 为他服务 你要懂得规矩 你在煮这些鱼肉之前 你要给他念佛念往生咒 给他回向 你这是不得已的 过去 禅宗六族会能大死 在猎人队里面避难 受年 天天煮这些肉 给那些打猎的人吃 他不是个普通出家人 他是个得道的人 菩萨 还是要修 随习共证 所以这个要懂道理 你看这个谭经里面记载 在猎人 这个不得的这些猎物 会能大死看 如果他受的伤很轻 不重 还可以活得下去 他就偷偷地放弃 伤得很重 活不下去了 这才煮了给那些猎人们吃 一定要懂得了 送经念佛 给他回向 给他守三规 给他念佛 回向 给他 好